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恭喜于祥全柔柔订婚了 李亚平送两克拉钻戒 最快明年8月晚婚 于天 李亚平的二女儿于怨起 于2022年8月不敌病模逝世 享年39岁 于祥全意间扛起照顾爸妈的责任 女友柔柔这段期间不离不弃 两人婚事进度也备受关注 如今于祥全已跟柔柔巧巧订婚 她在和篤林主持的 命运好好玩直播录影现场证实喜讯 小两口预计明年8月后办婚礼 于祥全当天直播公布已跟柔柔订婚 先前也已送给柔柔两克拉钻戒 何篤林在直播影片中 听闻也很开心地跟小两口说 家里的事要慢慢走出来了 好事不要耽误 于祥全则回说 很谢谢柔柔 我的贤内住跟未婚妻 气氛超甜蜜 据了解柔柔收到的钻戒是李亚平之前给的 而且是李亚平姥姥传承下来的钻戒 意义重大 就在两周前李亚平把柔柔叫进房间 把钻戒给她 希望她跟于祥全开始筹备结婚 此举不但形同已把柔柔当作于家人 也象征订婚一事 当天也在家的于天听闻还压抑说 真的要结婚了吗 但兴奋心情不言而喻 显见跟李亚平两老已渐渐走出丧女之痛 不过因为于怨起今年八月病逝 按照习俗于祥全跟柔柔一年后 才能登记结婚办婚礼 因此最快也要等到明年八月后才会有进一步喜讯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每天早前召唤